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用武士刀吗 我突然昨天想到 想要抚摸 这个 昨天那个我们那个林小姐不是送我剑 针刀吗 我就突然我们一个梗很久没用了 什么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对耶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在今天特别适用啊 今天这到底是真利空还是假利空 好来 到底怎么解读这个新闻 其实张忠谋 他早在他要退休那时候 他就已经跟大家点名了 他说台积电现在已经不是 没那么简单了 对啊 他说因为地缘的政治风险升高 其实那时候正好就是川普打中美贸易战 2018 所以其实我想很多人动见观瞻 你在那时候就大概慢慢知道说 其实美国他现在要对付中国 对 已经不是朝短线了 因为一个大国他基本上 他一个政策下来 那不是执行个三个月半年 那换个总统 总统就没了 这变成说已经长期 他认为说 这是已经长期影响美国在世界 在国际上的强权地位了 为什么 福建号都出来了嘛 对啊老师 本来要说福建号的故事 十年前第一台辽灵号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还觉得说 那没什么啦 不就是人家乌克兰不要的 然后怎么样 花了十年的时间 一波三折 因为那艘船要从这个 土耳其那边 要送过来 不是普鲁鲁海峡要拉出来 要经过多少 重重关卡 对 要买通多少国家 你知道吗 不是要打通多少关节 对啊 所以好不容易可以拉回来 你知道吗 是 我跟你讲 华人的韧性就是强 真的 你就不要给我拉回来 拉回来我就给你好看 你就给我拉回来之后怎么样 我开始怎么样 下去 一台一台就出来了 对听说 这个福建号才刚出来 大家热搜的不是福建号 不是003你知道吗 一辽宁舰嘛 二东山舰嘛 三是什么 福建号 对不对 那四呢 大家开始在收四 为什么 因为收四的原因是 前三 前三台这个航空母舰 都是传统动力的 就是蒸汽啊 锅炉的吧 好来 第四台 大家讨论 会不会开始跟美国一样 用核子动力 对 所以现在是大国角力 对不对 虽然 你要用中国现在的这个航空母舰舰队跟美国比 那当然是 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都已经走60年了 是不是 人家在看你小学生 对不对 问题 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人家追上来的速度 对不对 对 二三十年前我们的起薪大学毕业 对不对 就已经两三万了 对三万块 对不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青大毕业的时候 投了几个履历 大概三万二 对不对 嗯 一般大学你可能两万五啦 两万六两万八 青大毕业大概可以三万多啦 对 到四万 好 来 所以 所以还是要多念书 书读好点还是有差 多念书有差 多个一万嘛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的物价也是差很多了 那时候的上海 嗯 才多少 几千块 哦 一两千块 一两千块而已 对 那一两千块 你用人民币去换算 那其实也不过 五六千块 五六千块 五六千块的台币 对 在那个时候的话 对不对 来 过了三十年了 现在人家的薪资啊 同样是毕业起薪 是啊 我们跟人家差多少 真的啊 那你懂了吗 嗯 好 差 所以那一段时间的什么金砖四国 中国正在发展的时候 嗯 人家说哦 同样哦 一台车 台北到高雄 是 你坐的是 那个 驱肩车 你可能要五六个小时 你才会到 对 对 你坐 志强号 好 那你可能四个小时 嗯 对不对 嗯 你坐 高铁 高铁 那就不一样 一个半小时 对啊 所以 在一个国家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看你是站在哪一艘火车头里面嘛 嗯 对不对 那当时同样买房地产 你买深圳上海 对 对不对 嗯嗯 北京 嗯 那跟买台北 嗯 那涨幅 那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 对不对 那不一样嘛 是 是 那就跟说这一两年你再去大陆买房地产 嗯 你就赚不到钱了 当然 因为他经济开始在怎么样 嗯 在放缓了 已经 这两年呢 嗯 对不对 同样五年前你在大陆买房子你赚不多啦 这同样五年前你在新竹买房子 嗯 对不对 就在Costco旁边 哦 那个时候 哇 竹北也可以 对 那就不是一倍两倍赚了 对不对 可能两三倍都有 有我看到有五倍的 最近不是保家推出来说七十万一笔 对不对 你看看已经飙到七十了 想说我三年前我才竹北一间房子卖掉 哈哈哈 少了好几百万 差很多 差很大 好 所以老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这会不会又是又一次中美贸易战 川普那时候打华为 对 对 现在怎么样 嗯 没有华为可以打 对所以就拿 改打什么 嗯 改打 因为他们现在担心中国的这个 拿到他们的晶片 对 有没有 整个发展会 嗯 超过美国 是 所以美国现在用法是怎么样 我不给你 他现在方式我不给你 对 对不对 那不给你伤到谁 嗯 伤到自己啊 伤到自己嘛 对啊 他们自己的东西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哦 有本事你就不要卖iPhone给中国 哈哈哈 不伤更大 对不对 嗯 哎 iPhone现在多少工多少是大陆在组装嘛 嗯 对不对 你就不要卖iPhone给中国啊 有本事你就不要卖iPhone给中国嘛 嗯 是不是 嗯 你就不要赚中国人的钱嘛 他现在什么东西不卖 嗯 晶片 iPhone可以让你用 嗯 对不对 因为iPhone 他要赚钱嘛 他要赚钱嘛 对 晖图晶片 嗯 高速晶片不给你用 是 那是要干嘛 嗯 那是要干嘛 对不对 怕你的什么云端 你的人工智慧 超级电脑 你的这个AI 对 你的HPC高速运算 对 跑得比美国快 我都觉得他在担心什么 嗯 嗯 他用的也是美国的晶片啊 嗯 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超过美国啊 嗯 对不对 但是 嘿嘿嘿嘿 我讲完了 嗯 每次我讲但是的时候你要听后面 But 前面你就当作我在 嗯 对不对 就是老师在上课你要听的是后面那一句 But 哈哈哈 但是又何奈 偏偏 对不对 偏偏我给你死对头 但是又何奈 来 我说 你说喔 二十年前 中国大陆有航空母舰吗 对 没有吗 中国大陆没有吗 对不对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中共 火箭有办法一支一支射吗 对不对 当时他们的条件能力 重点在哪边 嘿 重点是你越封锁我 诸柔记公园 第一集你有没有看 诸柔记公园的最后 结束的时候 那一个 那个人他说了一句话 生命 会自己找出入 对不对 对 会想办法活下来 是 动物丧且如此 那何况是有智慧 高度智慧的人类 对 对不对 你今天你赌他 我告诉你 他想办法怎么样 他想办法 你不给我 那我自己研发吗 对呀 对不对 你不给我我自己研发 这是大陆最会的 我告诉你 我自己研发出来 他最后又要进谁了 那你台湾 对呀 你不能帮他生产 我们不就是受惠吗 对不对 好 你不帮他生产 那可以啊 那我自己再来搞啊 对呀 我自己再来搞怎么样 晶圆代工 我自己再来搞 这个高阶的晶片的生产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你说问题是人家现在技术赶不上台积电 对不对 那也不过是几年啊 反正他十年二十年他都可以等了 对不对 美国航空母舰舰队六十年前都有了 大陆是这十年才出来 那我玩你五六十年那没差嘛 对不对 那反正我最终还是出来啦 缓撑亡对不对 对在我没有出来之前 嗯 我不跟你争 对 对不对 等我出来了 缓撑亡 那我们再来 怎么样 一拼高下 这个皇帝就让你多当个几年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也是 对不对 不然你还 我还是没有理由 难道你还真的 光天花日之下 你飞弹就射过来吗 你就要灭了我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我要跟各位分析的是说 如果美国尽亏一达 对 尽超为 因为今天台股 封 开盘又大跌对不对 封 台积电就先封啊 开盘大跌 那你看到今天的 我们说现在你会觉得 为什么今年股票好像很难做 对 好像这个坏的消息 一直不停 一直不停对不对 对 今年一整年不停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这些人为了怎么样 为了要赚股票的差价 有没有 嗯 什么消息都给你拿出来放 对不对 反正只要可以把股价打下去 然后他们可以低接 然后在原本 鹰派言论再回来割一点 他又可以怎么样 往上 差价要赚一下 对 他们都是他们受贿啦 对 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个股市里面 消息太多了 嗯 你要每天跟着消息走吗 你要每天跟着消息乱追股票 乱砍股票吗 你乱追股票乱砍股票 昨天你去追高 我没有告诉你 M31我卖了我就不做了嘛 昨天又拉一张 你去追 你看他涨停 哇创新高 追 多细 你说那运气不好 因为正好 谁知道要进晶片 谁知道呢 我知道啊 我怎么就知道呢 我管他进什么晶片 我都觉得我都赚一百块了 我都走你来去追干嘛 都已经飞龙在天了 我们就见好就收 好 所以我先跟你讲 我今天节目我要跟你讲说 那到底情况 对 到底谁受害 谁受害 谁受害 谁受贿 对 好吗 利弊我们来分析 要听老师解答 直接看 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NVIDIA跟超微 如果禁止输入大陆的话 那最主要我们来了解 NVIDIA跟超微 它到底怎么样 占台积电的营收 这两家 在比重大概是15% 15% 那15%里面呢 资料中心占多少 2到3成 所以 15%的两成 15%的两成到三成是多少 我们就当三成好不好 好 三分之一嘛 对 那就5%嘛 好 对不对 影响有限 所以这边 我们估大概就是3% 我给你讲 保守一点 我给你讲比较严重 对不对 保守那就是5% 那又怎样 5%还好吧 3到5% 5%耶 如果一年赚30块 那5%是多少 少多少 1块5 1块5 你觉得差很多吗 差很多吗 好 懂 不要乱看消息 风吹草动就闭着眼睛乱看 对 这是绝大部分人 这叫什么样 金工之鸟 我说你做股票你沉不住气 跟着 当麻雀跟人家 这样子 看涨飞涨 看蝶 杀蝶 你会很辛苦 是啊 真的 因为你完全不懂他背后的意义 我前几天我还在讲 你不要被消息给控制 对 你的人生你要被鲍尔给控制吗 不要被他们绑架了 你的人生你要被拜登给控制吗 好 所以呢 ABF宅板 这个是 金元代工的部分 ABF宅板会不会影响 会 因为他们这个都是高阶的晶片 对 所以现金资产里面用到比较多的ABF宅板 好 那 超围最主要的供应链是南电 我给你讲 今天还没有解决分析师会跟你分析东西 是啊 是啊 顶多就跟着消息走说 大跌啊 对不对 来 来 ABF宅板 是 好 那AMD的主要供应链是南电 AMD呢 它占 这个南电整体营收 9到12 平均我们算10成 对不对 10% 跟台阶电比起来是比较重一点 对 就10% 对不对 所以 AMD的供应链对它来讲 对南电 对南电来讲大概就少了 10% 就少一块嘛 对不对 对 那颈硕 颈硕 但是三熊里面我早就告诉你 对 最最不要买的就是景硕 有没有 做过ABF宅板 有没有 对他们的 我还告诉你三熊里面 对 当时股价高 三熊都不要买 你可以买真顶 对 为什么 它不但要切入ABF 而且怎么样 下半年还有什么样 iPhone的订单 所以你这一波 你跟我做真顶的 你最稳了吧 当然 我说赚钱之前要先想风险 所以我才告诉你富贵 稳中求 对不对 对 跟着蜜蜂找花朵嘛 跟着唱音就是找厕所啦 好 继续看 那如果没有美系 这些大厂的资源 他们的技术学 对 如果没有这些大厂的资源 那什么股会受惠 那我认为怎么样 就是这个ESIC的这些最主要的受惠 做IC设计服务的 因为你不卖给我 我知道怎么样 想办法自己做 对 因为我们台会唱 如果有人 有这个IC搞不好 美国也会告诉你 你不准卖给大陆 不然呢 不然 你可能也不能卖给美国 一样意思 所以台湾很尴尬 对呀 夹在这个中间 你好像没有办法 两全其美 对 对不对 现在是 人家大陆从不会 要我们选边站 对不对 是美国都要我们选边站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多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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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大陆会叫我们选边站 你东西不可以卖给美国吗 没有 他们偶尔飞弹会来那个演习一下 军事演习一下 可是美国他都会要求你台湾 很强势的 不可以 直接强势的要求 所以 差别在这 世界霸权 为什么叫霸 霸到的霸 对不对 所以我冲到了 就很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 真的 所以呢创意 他们做 我们中国人 因为怎么样 奴家思想 凡事怎么样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对啊 可是有人就喜欢 我们也尊重你们啊 世界到处去穷兵独武 对不对 要秀肌肉啊 不然为什么捍卫战士 的票房可以卖这么好 对不对 好看耶 好来 创意 创意 创意的AI晶片 营收占比15% 嗯 然后有台积电的技术资源 对 先进占比是怎么样 先进占比是台湾最高 台厂最高的 嗯 所以如果大陆买不到超围 对 买不到辉达 要怎么样 叫自制嘛 对 那自制要找谁帮忙 技术上 就创意 好 第二家 四星KY 四星KY它原本的这一个高速运算的这一个客户是以美系的为主 对不对 那因为既然以美系为主 换句话说 那这一波他们如果受到制裁 就受到不能撮毁给大陆 那四星KY在美国这些客户的这个营收会不会减少 会 会被影响 诶 可是怎么样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又开始怎么样 大陆 大陆这边又有接单 所以他如果掉了美国的 那会增加大陆的 对 所以对他来讲怎么样 他的趋势那就没有什么改变了 那最重要的我还是看好说 如果 除非 美国要 更进一步 要求他们不能帮大陆设计晶片 那真的就是又更强势了 其实不会 我说真的 为什么 那我再去大陆开一间公司 就好了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请建设老师当CEO就对了 老师转的多快啊 可是重点是你要在哪下单 你还是要在台积电下单啊 所以他最后还是要反过来要求啊 台积电 对不对 如果真的要搞到这一步了 台积电连帮大陆生产晶片 你都不可以 你都不可以 所以 我告诉你喔 你现在不要看喔 你不要看表面上这是股票啦 是经济啦 其实这是政治 其实背后是政治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 大陆 美国他绝对要挺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政府的 的这个台独意识 是跟 是符合现在美国的利益的 虽然是不能独立 可是至少 他是选择跟对岸对抗的 所以符合美国利益 那在这一次大选之前 他就要想办法 让这个 现在的执政党可以继续执政 对 因为万一翻盘了 变成国民党了 是 那又要跟中国靠拢 那美国就会失去 有可能会失去他太平洋这边的 他的势力 对 所以大国角力嘛 中国要拉拢国民党 那美国要拉拢民进党 懂了 现在就看谁比较厉害 看谁比较会选举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来了裴洛西 之后又来了其他众议员 对 现在又来了什么 州长 有没有 雅力桑桑说州长来啊 现在又州长要来 为什么现在 我跟你讲 在大选之前 美国会陆陆续续派人来 因为他要用行动 对来表示 来表示对我们执政党的支持 执政党现在我请你这样子 而且呢 我跟你讲喔 你现在看的股票 我跟你讲 事实上后面是 暗潮汹涌啊 县市长选举的 县市长选举的 你讲的没错 暗潮汹涌 好不好 今天不是那个曹大大 要回归中华民国国籍 对而且他发表言论了嘛 我告诉你你等着看 直播欸 你等着看喔 他最后一定会有 他最后一定会派出 他支持的候选人 战将 对 你等着看 你就看年底 他会不会出来 帮某个候选人站台 真的 好不好 是的 这个动作从他之前捐款 那件事情就开始了 其实他早就有处许 然后他说他捐 是要捐什么国防疫事 对 到时候这个捐又是捐到 那个候选人的 这个政治现金 里面去了 对 所以这都一连贯的 是 对 你们看不懂我都看得懂 这个水深啊 深不可测 好 我想老百姓不懂 所以创意诗心 这个是ethic的主要受惠族群 受惠 好 好 那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 这个效应到底会有多大 我觉得 你们不用想太多 为什么 请你看一下 这有没有看到一个字 船 船 以暂停船 第一个字 船 为什么叫船 就是还没有定案拍板的 船的意思就是 放利空怎么样 打压股价 然后怎么样 他们这些大人们才可以 去抄底 抄底吃货 这样懂吗 懂 因为现在的景气 没有办法支撑股价 一路一直往上 所以他们只好怎么样 用各种利空 来回做差价 对 这样子才有前状 因为他一方面他又要做股票 可是一方面他又要升息 对不对 所以一下他要割 对不对 让股票涨上来 他可以卖掉 一下又要硬 对不对 把股票压下来 他才能够把卖掉股票再买回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来回做这个动作 对 所以这个股市里面 你不用想太多 没有长空的风险 我再讲一次 好 结论一 没有长空的风险 好 记起来 只有短空 只有短空 被这些大人们 玩来玩去的乐趣 但请你们不要被玩 对 要怎么样稳得住自己 稳住你的心性 稳得住局 沉得住气 我昨天不是才讲吗 我们潜荣班收到昨天 对不对 今天大盘不是大跌吗 我们潜荣班居然动起来了 其实昨天尾盘就已经在动了 我在想说 会不会拉到涨停 还是没有 没有 但是他已经很厉害 而且昨天有听广播人就知道了 其实老师又透露了一些线索 那些线索老师其实已经 结果一间报纸消息就出来了 对不对 今天经济日报 自己去找 经济日报 你要猜潜荣班是哪一支 自己去经济日报找 其实他今天也是很厉害的 潜荣班的 你看到我们手上这几档股票 对不对 原本你看潜荣五都不动 对 我说你就是好好盘着 今天力见大人的对不对 有 见到九二了嘛 好来 接下来继续喔 我告诉你嘛 我们就是3D IC 是 我昨天还在偷笑 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就是有清代了 总是沉不住气啊 老师 你看M31 涨停耶 那我怎样 你已经赚一百块加卡了 我回他说 你要去追吗 我说你要追吗 他居然还回我说 可以追吗 可以追吗 我就知道 真的是 这就是一般投资人的逻辑 你要跳出这个逻辑 你要跟着老师的角度 他怎么不想我的潜荣五 对啊 他怎么不想说 今天的M31可能会大跌 我的潜荣五就飙出来了 是 我当时我想 我的心里的版本就这样 果然今天就这样演耶 是啊 你一定是想的是M31上去 那我还有没有下一档M31 能够像当时两百五的M31 然后我刚才开玩笑说 你赶快出来 下次你赶快出来念一念啦 你念一念它就长了啦 对不对 他说我真幽默 好所以好朋友们的思维逻辑要改变一下 你不要光想说M31上去 你要想下一档M31 今天我们的潜荣五 这从昨天就应该发动了 今天很强喔 来 潜荣班 昨天跟你讲收到昨天晚上12点 结束了 所以昨天有进来的 恭喜最后华蕾进来的 我想你昨天都有看到了啦 那因为今天 你昨天进来今天的 潜荣五拉太快了 我们潜荣五就没有让你布局了 但是因为 你运气好今天赚好很多股票大跌 还是有机会 你还是可以开始来承接 我们其他的1234 对不对 都还有机会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 我一张 我希望给你100块的价差 是 你既然要跟我赚100块 我说坦白啊 今天大跌300点 你去看我们手上那些股票 有没有什么跌 没有 真的 你真的不要再 你既然决心要跟我一张赚100 你就不要去看那两三块 你就稳住你的心 我说真的 你不要再看到 因为我们的潜荣班 你现在买的都是100多块 200块的股票 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100多200块 你就不要去赚那个三五块 那个手续费扣一扣 你是能够赚几千块啊 那要干嘛 那要干嘛 对不对 好明白了 好 那现在这个新闻 来金星科 我们看一下M31 你说老师你都没了 你干嘛要一直追 我没有一直追啦 我只要告诉你说 昨天为什么会上去 有没有 大人 因为关紧币 一放出来 一放出来 大人就进去做了 对啊 有没有 然后大人进去做 所以他昨天才可以涨停 对 对不对 可是呢 大人昨天他怎么进去做 你知道吗 昨天不是30号吗 31吗 31号要结账 对 我说结账 他要嘛做账跟结账 对 做账就是把它买上去 买在最高 是 来 昨天 就当月来讲 确实是 确实是8月的最高 最高 没错 有没有 这几个月还最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一家投信呢 买上来之后要干嘛 就是做账嘛 对不对 半年啦 诶 诶 昨天做账 今天变账 31号做账 1号拉高结账 这个动作 每个月都在演 对啊 你都看不懂 所以8月30再拉的股票 不要随便去追啦 是 还没看懂喔 对 然后你再说 为什么今天就大跌 你家结账啦 我告诉你 今天大跌很正常 对啊 我再回复跟你讲 你们看不懂对不对 今天的大跌很简单 就是他 用这个 他干嘛不昨天 发这个新闻 来请问 传 他为什么不昨天传 他干嘛不昨天 为什么要做完账放 因为怎么样 要结账 昨天 放的 昨天喷他去的 他们都走了 他们都走了 对 然后剩下怎么样 剩下来的 就是放利空 再把他打下 再打回来一次 不然7月初的路斯文在打什么 对耶 他也是在月初放 7月初的路斯文打 打到是不是在7月12号 国安基金那时候不进来最低点 对 有没有 是耶 老师真的遇到过 8月初在打什么 西医姐来啊 对也是月初 不是也是月初打吗 对 为什么每个月就是这个节奏 都是月初 你还看不懂喔 哇 你月底坐上拉高 你还要去追喔 Amazing 我们星会员进来 我们星会员进来 只要是拉高 我都没让你买 我都让你买 还在潜荣的 嗯哼 对不对 你很清楚嘛 但前两天 潜荣五没涨 你跟我去买 在200块以下 你今天一张不就 现赚2万 有没有 太神奇了 有没有 这种行情还可以赚2万 太神奇了 难怪每个月月初 老师都趁立功说邀约大家 你赶快你不要 来到甜蜜区有甜天价 你还不赶快来 就是节奏吗 对啊 这就是节奏啊 真的 但很抱歉喔 潜荣班没了 结束了 好 那如果你想跟老师赚钱 一样没关系 一样加入我们来的群组 只是好康又会没了 那你恢复原价了 那一样可以跟上好不好 只要你愿意都OK 来这次老师你很尊敬的一位 来 这一个道圣和夫 金银之省 他生前三家公司都是进全球五百大 好 来 就是只要公司经营不好 给他去经营 像那个日行亏到爆 对不对 找他回去 找他去包房经营 马上过一年就赚钱了 所以金银之省啊 这本书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有 因为我们就是读书啦 读了书才知道怎么样 好好服务客户喔 他说什么 心 人生皆为自新运照 之前我记得节目我就拿出来讲了 他过世了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这一个人的这一个心法 可以买书来看 好吗 我认为他的人生也给我很多的启发 好像张中某也是 所以说我觉得 你要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找一个很好的活法 活着的活 不是一天大晚在那边 跟着消息上上下下 那我觉得你自己需要给你人生找一个活法 对不对 我的节目你看下来 也许对你人生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除了股票 我也会跟你讲一些人生的东西 那我呢 我已经跟你讲 我不是闲着金汤池出身 对不对 所以我的人生 我当然是怎么样 我说成功你要跟谁 你要跟成功的人学习成功的方法 对 这些人都不是闲着金汤池出身的 可是你要怎么跟这些人 从本来是一个贫困的人家 他可以怎么样 最后成为一个金银之神 有没有 你要去学习人家的心法 真的 人家是怎么个活法 人家的智慧 所以他也有一本书叫活法 你去看那一本活法也可以 看这本新也可以 天下杂志的书不会乱出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会乱推荐书给你 好吗 好 我说有空怎么样 多读书 真的 真的手机扫滑 好不好 你每天你只要省下来 你滑三十分钟手机的时间 哪一本书 你们从小不喜欢读书的 我告诉你读书不难 你不要想说买一本书你要立刻看完很痛苦 你可以看五分钟 每天看五分钟不难吧 每天只看一页可以吧 你每天看一页三百多页 那你一年也可以把它看完啊 你懂意思吗 我说学习就是这样子 对 我说南极探险队二十里路 你走不了二十里路 那你走一里可以吧 每天一里 对不对 还是往前进来 就好像你运动一样 你没有办法跑三十分钟 对 那你跑五分钟可以吧 行 你跑不了五分钟 那你就认真跑一分钟可以吧 学习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没有分析师跟你讲这件事情的 你存股你要买一张 买不了一张 先买零股 那你买五十股可以吧 零股可以啊 你买五百股可以吧 没问题 哪怕你买一股可以吧 你要先拿出第一步的行动来 这样你懂吗 你才能够开始一直往前进行 所以我觉得 知难行义还是知意行难 当然是知意行难 很多人都觉得知意行难 我觉得知难行义 为什么 你要了解道理不容易 但你了解道理了 你要去做 要做很难吗 我就说嘛 每天一分钟你拿不出来嘛 你读不了一页 那给你读一行字可以吧 你今天读一行字 明天再读一行字 一本书 你一年读不完 十年总可以读完吧 这很简单吗 就龟兔赛跑啊 所以读书需要很聪明吗 我觉得不需要 在于你的心 就需要一个怎么样 在于你的心 一个心 对 你要不要 你有那个心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那个心 对 你拿不出五分钟 你蹲个马桶都不用五分钟吗 对不对 你在捷运上的时间 对不对 你睡前的五分钟 任何的时间 你都可以抽出来 这些零碎的时间 所以你看他这几个字 人生皆为赤心映照 在于那颗心 你看得懂看不懂 你是什么样的心 你就成就什么样的人生 没错 我们讲错 你的心态你想赚快钱 你最后怎么样 你的人生就很痛苦 为什么 钱被骗走 被人家说贪至上面一把刀 对不对 可是贪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是贫耶 贫耶 你懂吗 对啊 贪跟贫中间就差 就差那一撇 那一撇嘛 好来 所以 他说人生皆为赤心映照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沉稳 你自然没有办法大富大贵 你想要急 你自然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了 很多人现在 因为这段时间股票不好做 都亏钱对不对 对 就急着想要把钱赚回来 对不对 吃惊弄破碗 吃惊弄破碗 你急 不要急 你急 你用错 你走错路 对不对 说不容易走 对不对 你想要快速致富 我说 他就讲嘛 人生皆为自心映照 你急 你马上就被诈骗集团看出来你的 对不对 没错 然后他就有办法怎么样 框你了 好 所以稳住你的心 世界越乱 你的心越要稳 做什么事都一样 我说做五票赚钱的人就是这样子 沉得住气 对 拐得了弯 稳得住局 来今天这个东西 先大盘又三百点了 你很难过吗 你沉得住气吗 你稳得住局吗 你的分析师有没有昨天带你去追高的 今天又要带你停损的 昨天还给你看好股市的 今天怎么样 当场被扒 傻眼又是三百点 每天再一上一上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都会做 我们告诉你 你都会做 好 你要沉得住气 稳得住局 要看得懂新闻背后的意涵 好 这一张是广积梁高竹强救国 缓称王 我们跟你讲 你要广积梁高竹强怎么样 更要缓称王 缓称王 是 现在局势就是这样 你就不能急 对 你要更稳 没错 你反而稳 你还赚得到钱 你不稳 轰来轰去 轰来轰去 扒来扒去 结果咧 是不是 明白 钱也没赚到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缓称王 好 新闻 其实今天老师准备了好几个新闻 而且今天看到很多新闻 都是利空的新闻 非得明年降息 几率高不高 他说明年降息几率不高 不高 对不对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是什么 强调利率要升到3.5% 才能抗通膨 我实际上非常会跟你讲 今年13码 今年13码升完是多少 他说要升到3.5%才能抗通膨 我跟你讲 他说明年降息几率不高 是指明年初 他没有说明年的什么时候 对不对 来 现在的利率期间是在2.25% 对 跟多少 2.5%之间 2.5%之间 我们团队的估 我看我们拿出来这一张 我当初给你拿到这一张了 对 好来 7月我当初给你估3码 对 实现了吗 有 剩下是9月2码1码1码 对不对 211我告诉你310也可以 301也可以 或者干脆9月直接升4码也可以 来 现在多少 2.25到2.5 对不对 4码是多少 你告诉我 4码是多少 4码就是1% 麻烦你 2.51%加去多少 3.5 3.5看到没 你看到没 所以其实在计算之后 看到没 看到了 有没有跟我讲的不一样 是 一样啊我就跟你讲好 今年就是13码了嘛 你想那么多干嘛 你想那么多干嘛 八五千年讲话就把你吓了 吓了之后你卖了 结果前两天拉上来我们赚了 结果礼拜天就砍在地点了 嗯 懂了 这就是我跟其他分析师的差别啊 对 我知道 我知道大人们在玩什么把戏啊 嗯哼 这叫文字游戏 对不对 他一直在玩一些文字游戏 你们就看 你们只看标 对 你们不看数字 嗯 数字背叉代表什么 来 实战非常会你都有参加 对不对 2码1码1码 加起来多少 4码 4码 对 在接下来年底前 然后这4码如果把它换算成趴数 刚刚老师有算给大家看了 来 现在是多少 2.5 然后要 他讲什么 要升到3.5 升到3.5 嗯 4码升上来之后 啊不就整个就合起来了 对不对 现在2.5 嗯 要升到多少 3.5 嗯 对啊就合起来了 2 1 1 4码 就是1% 对 1码就是0.25 所以2.5加1%就是3.5 中了没 中 中了没 中 中了没 太神奇 中了没 太神奇 懂了 中了没 我是这个月才讲吗 我是上个月才讲吗 6月 我5月就给你讲好了 嗯 真的 这几个月你们就跟着升奇 上上下下在那边哈啰 我们呢 不是了然于胸吗 所以啊 几个分析师会 真的 来啊 你几个分析师会 中华民国投顾几个分析师会 你跟我讲 外面节目不要看了啦 就看孤海大丈夫这样够了 我这种分析师你不跟 你要跟那些完全不懂总经的 完全不懂 联准会后面套路的人 然后跟着消息 起舞 你永远都难大富大贵 你们把我节目看好来 你都还可以学心法 你都还可以学 怎么看破联准会手脚 对 订阅分享 来 郭海大丈夫YouTube频道 还有呢 Jerylite群组 看懂了这个新闻了 3.5今年就升完了 明年降息几率不高 我告诉你很高 很高 今年就升完了 明年一定降息 所以刚刚老师也直接讲了 明年降息 他没有告诉你在几月 他跟你说明年一月降息几率不高 但是后面降息几率呢 所以现在你懂了吧 懂了 懂了 如果我对联准会的动态都了若指掌 你觉得我们做股票不会赚钱吗 我还需要跟你们杀进杀出吗 我就跟着鲍尔背后的手脚 我就可以怎么样 逐一戳破他们 我就可以知道他在干嘛 他们现在 我们就会知道他会放利空 钱我们怎么样 先带你走一趟 我们就会在他利空当下打击你 在洗你筹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低接 对 这就是你跟我的差别 这就是我跟其他分析师 他们追不到我车尾灯的差别 没错 我跟你讲 他看了我的节目 把我的节目说法抄下来 再去讲给他的会员听 他的粉丝听 对不对 没关系啦 反正对大家有帮助的 你们尽量抄 老师肚子里的东西真的是学不完的 只要你愿意 来 先订阅 只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老师愿意啦 没关系啦 你们大家尽量抄 对不对 一直模仿但是怎么样 永远无法超越 无法超越 真的是无法超越了 好 制造业景气指数20月最低 这又看到力空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景气分数在低的时候 的指数未接 相对再高还再低 你股票你要买在景气差还是景气好 你告诉我 差不就是营收最差股价最差景气最差 天心帮你们写答完了 所以我们都讲好几次 这是老师一直在讲的 老师一直在讲的 从子弦 蓬双浪 面板不是很烂吗 对不对 我怎么告诉你 我之前是不是告诉你 面板的库存是多少 12月到18个月一个循环 对 周期 去年的4月就是股价高点 你给它算12月到18月 12月过的就是今年的4月 再过6个月 对 那就10月 来 就是是差不多了 现在9月了对不对 对啊 请问他讲什么 库存健康的 也就是慢慢慢慢 他的周期已经走完了 我没有讲到前面 是啊 我没有算好给你听 有 就跟我刚刚给你算联总会的利率有没有一样 嗯哼 我是一个讲求数据的分析师 如果一分析师连这个都看不懂 总是要他讲了才知道健康 那请问你前两 我讲上个月你不是把尤达砍在最低点了吗 嗯哼 不是吗 嗯哼 来 清楚明白 我的粉丝 你只要是每天追踪的 你够耐心追踪我话语念念的蛛丝马迹 嗯 你今天看到这一段大标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嗯 为什么我们跟你预测的事情 都会足以成真 都正 对啊 那现在库存健康了 你现在七月在杀的人 嗯 你不是杀在低点吗 等到慢慢的订单回来了 股价不就上来了吗 所以你七月被入市问去恐吓的 恐吓的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阿呆 嗯哼 有没有 来 所以同样的 你这两天 嗯 你在被传 嗯 挥答 嗯 NVIDIA 晶片禁止疏美这件事情 给骗的人 然后砍股票的人 你 我只能讲一句话 你会后悔 我只能讲一句话 无知的代价很高 我讲我没有讲错吗 无知的代价很高 无知的代价就是你不断的追高 你不断的停损 嗯 你不断的因为消息力多去买 你不断因为消息力空去砍 更无知的是 你跟的那个分析师 比你还无知 对不对 无知 他妈给无知开门 无知到家 就这样子 那你还想赚他钱吗 你还想要大富大贵吗 嗯 来 对岸的制造业 制造业回神又有疫情 嗯 我从上海风控那儿 我就告诉你 嗯 接下来会有报复性 对不对 接着就会回来 对 回来没 有 回来了喔 嗯 看到了喔 是 数据不会骗人嘛 最差的时候是不是上海风控的时候 就是啊 4月5月老师就预告了 就是啊 嗯嗯 是不是回来了 没错 所以嘛 嗯 嗯 那你们现在还担心吗 那等到他制造业回来了 那到时候那些手机的库存 不都要消化掉了吗 是 风控在家不会摔手机 一出来趴趴走 手机一直摔 又要换手机了 嗯嗯 所以嘛 需求又上来了 所以啊 库存又去 股价买在什么时候 营收最差 下期最 利空最多的时候 营收最差的时候嘛 是 好 这些都心法把它记起来 好不好 老师都把心法讲到 不断不断不断的讲 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 那这每天看到这么多利空的时候 我都一直跟你讲 嗯 生活不是等着风暴过去 学习在风暴中优雅的跳舞 是 每天是不是都一堆利空消息 对不对 我说你的人生 你要被这些消息 利多消息 跟利空消息 来掌控你的人生吗 不要 看到利多 看到股指数大涨 你就很开心 看到利空 股价大跌 你就很难过 你这样日子要怎么过 那你这样子 你股票不如就不要做 嗯 对不对 我昨天才跟你分享嘛 嗯 我们的会员怎么讲的 跟着我们操作 很稳啊 对啊 早上时间就认真上班啊 这才是你要的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所以老师其实给了很多心法 老师这每天的节目里面最重要 除了给你新闻的解读 更重要的就是在于心法 因为唯有你的心 心念对了 你才能够赚到对的财富 你才能够享受到 常常久久大富大贵 笑到最后 好啦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最后给大家一个最中肯的 真正的强者 把人生当修炼藏 你要在逆境中修行 你要在苦难中开花 我一直跟你讲的 行情好做 大家都好做 大家都赚得到钱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而且大家都赚得到的钱 绝对是好景不长 我再讲一次喔 股市这种东西 如果是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那不是常态 像去年 因为大家都赚到钱 那大家都来玩股票 都不要工作了 是啊 股市的真正常态是 股市本来就不容易赚到钱 你能够赚到钱那才是高手 不然世界上没有穷人了 大家都来股市掏金就好了 对啊 好 观念要对 所以这个行情很难做对不对 这行情很难做 你还能够跟着我稳稳的做 赚到钱 恭喜你嘛 你才能够享受到 你才能够更上一层楼嘛 对 逆境中修行苦难中开花 没错 的成果嘛 懂 对不对 今天又是来一个大利空 对啊 很简单啊 我说利空 利空来就是不断的彻底 对 对不对 7月8月9月 每个月都来个股海翻腾 对 你能够跟我怎么样 苦尽甘来 你就会更上一层楼 财富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嘛 懂 我们过去的几个班 我们的股票 你就是报好 我们一档一档 获利入贷 另外 你不要在那边短线做来做去 我相信你的财富最终怎么样 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真的 好不好 明白了 东西很多都可以讲了 真的 每天 每天认真收看 就是让你能够不但是吸取知识智慧 而且还能够懂得解读新闻 然后呢 不受外面的新闻的影响左右 你才能够走的长久走的稳健大富大贵 来订阅我们的孤海大丈夫YouTube频道 还有加入孤海大丈夫的Light群组 跟上建成老师 让我们一同来享有接下来的第四季 更精彩的行情 再次感谢永城国际投顾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永城国际投顾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